避而学画 大家好 今天我是一句话 爱唱歌的青蛙 夏天到了 夏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季节 只要在唱歌 青蛙在夜晚也要唱歌 春天的蝌蚪到了夏天 都变成了小青蛙 现在它们上演一出大合唱了 我们先在中间画出一只大大的青蛙 它有一对鼓鼓的大眼睛 它唱得很投入 眼睛闭起来 它用尽全身的力气 我们把它的身体画得圆圆的胖胖的 张着大大的嘴巴伸出手臂 手里拿着麦克风 摆着非常酷的动作 围在它的周围是一群小青蛙 它们随着歌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我们先画出小青蛙大大的眼睛 圆圆的脑袋 大嘴巴 身体 它们跳着自己喜欢的动作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再多画几只 它们跳着欢快的舞蹈 现在我们在小青蛙的脸上 填出花纹 现在我们在它们的腿下面画出大荷叶 荷叶一片接着一片 在池塘的远处 我们画出远处的小山坡 它们在池塘里欢快的唱着歌 它们在池塘里欢快的唱着歌 接下来我们画出几根小金竹 它们用翻筷的歌 它们用翻筷的歌 迎接夏天的到来 欢快的歌声引来了鱼儿 我们在池塘里画出一些小鱼 现在我们给这群青蛙涂上颜色 我们用绿色涂出中间这只大青蛙 我们用黄色涂出它身上的花纹 粉色的大嘴巴 红色的舌头 我们给小青蛙涂上红脸蛋 我们用浅蓝色涂出它的眼皮 小青蛙我们用浅绿色把它涂好 我们用黄色涂出小青蛙的眼睛 底部的大荷叶 我们用草绿色涂出 近处的荷叶 我们用深绿色涂好 还有远处的小荷叶 涂出一个浅绿色 接下来我们用浅蓝色 把池塘里的水涂出来 我们在水面上流出白色的水锅纹 远处的山我们用浅紫色涂好 最远处我们用深紫色 最后我们用黄色涂出天空 我们用红色涂出麦克风 红色涂出小鱼 好了 一群青蛙大合唱 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贝尔的世界 喜欢我 视频也关注我哟 咯